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蘭吉克 這次我們來試車的話 是這個現在 網路聲量最大的Toyota Corolla Cross 那因為他是這個全新的車型 而且他在開發的時候 以台灣市場 作為一個這個開發一個 參考的一個基礎 那在當初開發的時候呢 事實上 大約五六年前的時候 這是原廠說的 大約五六年前的時候呢 台灣的總代理荷泰汽車 就像原廠日本原廠 就是表達說希望能有這個 類似CUV的車型 因為那時候這個 大概就只有Red4而已 所以說那時候就覺得 Toyota也會需要有 這樣的一個戰略車款 所以說在開發的時候呢 事實上就有 很多的開發的人來台灣之後 然後研究了一下 做一些study 然後就看 SUV的這個使用者 多數會有需要哪些的配備 所以說今天這一輛 這個CORORA CROSS呢 就可以這麼說是以台灣為 版本的一個 研發的一個基礎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個外觀 外觀的部分呢 我覺得跟 近期的Toyota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水箱護罩 還有這個外圈這個 黑色的這個框 這個框這個是現在的一個 設計與會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 風潮式的一個水箱護罩 當然這個我們試駕的車款呢 是這個 Hybrid的一個 頂級的車型 它的Toyota logo呢 就有藍色 藍色為基礎的一個 區隔 車燈的部分呢 這次的設計我覺得是相對的 我會這麼說 我會說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呢 也比較符合 Toyota本來車主可能 他們對設計方面不會 想要太前衛的一個設計 反而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安全牌 那當然因為它整個 我剛剛有提到它整個設計方面呢 是比較 保守一點 所以說不會像 像我們現在看到 Red4的話 它可能 外觀的線條會有很多的一些曲線 折線 CORELA CROSS呢 它到側邊來的話呢 它為了要區隔一個 它叫做 CUV 所以說它在輪弧的部分呢 特別用這個塑膠的一個飾板 那當然這個主要還是一個 視覺性的效果 那另外他們在這個 頂級的車型上面呢 還有配備這個18吋的這個鋁圈 而且是這種雙側烤漆的處理 這個切削處理 這個 這個也是近期比較流行 也比較常見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另外這次搭載了這個 Prestone Alenza的這個 輪胎啊 我覺得整體的競速性 因為這條胎我沒記錯的話 它當初就是針對SUV車款 來做開發的 所以說剛才這樣子 試駕的過程中呢 我覺得整個競速性 整個東西是 還不錯 是跟這個 CORELA CROSS呢 是有一個互相加成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這次比較特別 就是說因為它SUV 後照鏡是 離開這個A柱的一個設計 那這樣的設計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這邊就可以空出一個空間 那空出這個空間呢 就能夠減少 這個行車時的一個駕駛死角 然後再來呢 整個側邊 側邊事實上也只有兩個一個曲線 它這是一個 CORELA CROSS的一個識別 前面一個弧線 後面也一個弧線 它會用這樣一個方式來做一個區隔 那當然因為白色的車 稍微比較不明顯一點 那這個是它在 外觀設計上面的一些巧思 那當然最主要的 這個車體置物架也是 頂級車型才有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後座的空間 因為這畢竟是設定應該是 多數是這種 小家庭為主 所以說這種小型SUV的話呢 CORELA CROSS 就是特別針對這一點 它後面就像一般的SUV 直接平整的到最後端了之後才做一個 直線的一個 往下的一個設計 乘坐的空間 尤其是頭部的空間 是完全不會受到外型的影響 這點是一個 最大一個區隔 那當然到了車尾的 整個設計的 相較REFOR 還是比較保守的一個線條 那當然 它是針對於台灣 進去過研究之後呢 它在設計的時候呢 它是針對於 使用者 會比較實用的設計 首先它這個高度 高度的話呢 就會很好去使用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就是 你要開關的話都很方便 那還有就是 頂階車型呢 都有設置這個 電動的這個 尾門 甚至它還有這個 腳踢尾門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整體上來 我們從頭看到的話 至少外型方面呢 外型方面我覺得這一次應該是 會算蠻討喜的一個外型 因為 你真的如果太前衛的話 真的就只會得到 yes or no 那如果說像這種設計的話 應該是中規中矩 所以說 在發表之前就有 這麼多人訂車 那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一個原因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個內裝的部分 後座呢應該是 最多人關心的一個部分 後座主要是空間的部分 那我剛才講 這個 它的造型 所以說你 這個後座的空間 除了乘坐空間 今天我要進出的話 不會受到造型的影響 我頭部空間就不會 第一個不會有壓迫感 第二個進出的時候 就真的比較 像我這樣進出的話 比較不會有機會碰到這個 承門空間的部分 那另外呢 這是 最主要就是 後座的空間部分 當然是最多人詢問 也最多人關心的 首先呢 它是針對台灣市場 因為台灣市場 真的大家都很 重視這個 所謂的 後座出風口 所以說這次呢 當然 Cora Cross 全車系都標配 後座出風口 完全是標配的 那另外呢 前座 前座是我的 駕駛座姿 那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 有西部的空間 這個至少快要兩個拳頭 它的這個前座椅啊 還有往內挖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主要還是內容物的填充 內容物的填充料 這個是做起來是讓人家感覺是很舒服的 包含你的 大腿的支撐性 都相當足夠 那另外呢 這次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 它在 後座的部分 它有 兩段的角度可以調整 第一段跟第二段 這樣的話可以 針對每個人喜好不同 有些人可能比較想要 做比較挺一點 做比較挺一點 就可以做這樣一個調整 那你如果比較躺一點 舒服一點的話 你會很快速的就可以 調整出一個 一個適當的一個做事 那我再來回到前座的部分 那 因為我們是試駕 最頂級的一個車型 所以說 它的內裝會有雙色的一個處理 跟你如果說今天是 尊絕版的話 或是比較 入門的一個車型的話 可能就不是其他的材質 沒有這種雙色的 那另外呢 基本上這次 CORROW CROSS 最主要的特點 就是它 消費者關心的這些 主被動的 這些安全配備 它事實上都 把它列進去 列為這個標準配備 然後你包含這個 車跟車 然後車道偏移的一個警示 車跟車的功能呢 它是30公里以上 才可以作動 基本上呢 我覺得可能以後 就會出現全書域 如果大家真的 這麼在乎全書域的話 那這個都是 輔助系統 輔助系統 所以說這些也是一樣 其實今天30公里以上 才能作動 跟 你要全書域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呢 它一樣的 車型裡面 它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 中控顯示螢幕呢 是比較大的 從這個4.7吋 變成7吋 這個大螢幕 變得比較大 視線上面 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還有就是說 它整個駕駛坐姿的設計 包含整個 中控台 中控台的這個設計 都稍微 往下降了 往下降了之後呢 這樣我在開車的時候 所謂的駕駛視野 就不會 就不會被影響到 而且是能夠更完整的看到 所以說基本上 內裝的設計格局 其實就跟一般的 是很接近的 所以說有這些 配備上的一些小差異 但主要的主備 都已經全部列為 標配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也是這次 我們試駕發現這個 Cora Cross 有些比較特殊的部分 而這次的Cora Cross 就是總共有這種 1.8的汽油 跟1.8的Hybrid 可以選擇 這兩款車型呢 各有三個 三個級距可以選擇 所以說 今天你如果 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你試駕的時候呢 當然還是 兩款都試一下 試試看 1.8的汽油 跟1.8的Hybrid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試駕的是 1.8的Hybrid 基本上呢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 這個在接能方面呢 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不同 你會在加油的時候會非常的有感 那另外就是 整體的這樣搭配 剛才這樣開的感覺 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駕駛的視角 非常的寬闊 然後第一個 動力方面呢 我覺得因為 畢竟1.8的Hybrid 過去我們在 Cora Altis上面呢 也都有試駕過了 這是很雷同 很接近的一個設定 那基本上你一般道路 這個使用呢 應該都是相當的 足夠啦 那整體 就包含我之前有提過的 這個輪胎 輪胎的廣動噪音 事實上我覺得還不錯 那它有特別強調 這個 這一次 Cora Cross 是有很多的 這個隔音的一些 隔音棉的一些配備啊 都有特別放在這個車子裡面 當然這個又是跟這個 規格配備有關 就是要到典型車型才有很多的 隔音的這些配備 那當然我覺得 實際上的成效 我覺得 還OK而已啦 因為 畢竟 這是一輛不到100萬的一個車子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來看的話 是還不錯 但是你如果說要用 這個像 官方說的 這個所謂的 有很多的這個 隔音才的強化 那我倒覺得 倒還好 那另外呢 就是 因為它這輛一樣是搭載這個 TNGA的這個模組化的一個底盤架構 TNGA模組化的底盤架構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這個剛性 會比較強 後懸吊的部分 改成這個 扭力量 扭力量的形式 就不是過去我們常見的雙A倍 改成扭力量的形式呢 主要 在這個 所謂的 後避震器的這個角度 傾角的部分 它也有稍微的調整 然後在一個 襯套的部分 它也特別換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塑造零組件 那這些東西 其實主要 主要的目的 是讓它 有更多的這個舒適的一個 回饋表現 所以說 剛才在這樣開的時候 說實在的 多數是在這個 直線的 駕駛 直線的駕駛是真的 相當的 舒適 整體這樣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所謂的 介於小車跟 SUV的中間 因為它的定位就是要 在這兩個東西插進去 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說你現在 看車如果你已經看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覺得現在 超過百萬等級的 這個SUV 你覺得 因為車子越做越大 那這種 CUV 或許是現在 現在一個市場的一個 另外一個主流 那現階段 市場上 直接的競爭對手 所以所謂的Kicks 跟這個 HRV 那Kicks 現在是這個 市場上最主要的一個主流 那HRV 因為產品週期 全新的 全新的改款 大概在明年或後年才會看到 所以說這個 Corona Cross 這時候 進入市場 我覺得最直接影響 應該就是 所謂的 Kicks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所謂的 REFOR 這個基本上呢 這個算是 國內一個市場 一個最 新的一個集聚啦 那Toyota呢 也非常的有信心 在影韓出了這個 明年度呢 要 明年度的銷售 4萬輛 4萬輛 這個應該是 所謂的一統天下的 一個企圖心啦 我相信啦 我相信這輛 Corona Cross 應該會 賣的 相當的不錯 所以說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今天如果你 對這輛車有興趣的話呢 去展現看車了之後 還是要仔細看一下規格配表 但是這次的 這個 產品設定呢 我真的覺得 他就是要讓各位去買最頂級的車型 那所以說剩下的 疑問呢 大概就是你要買汽油 還是你要買到Hybrid 那當然Hybrid我們可以想到 因為Hybrid 電池的關係 所以說應該也是 要等很久啦 因為這個畢竟是 進口鍵的東西 雖然說它這 Corona Cross是國產 但是電池還是進口 所以這部分呢 也可以預期 油電應該會跟其他車款一樣 都要是要等 那如果不想等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1.8 汽油的車型 OK 我是阿倫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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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